冤有头 债有主 我揉了揉眼睛 发现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不好 出人命了 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大喊 说弄皮影的老无子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惊动起来 王之书第一个冲上去 我和刘老七还有难言 也是急忙跟上去 来到白色屏幕后面 一探究竟 只见皮影人老无躺在地上 头都是断 双眼睁大 死不明 眼里带着惊恐 像是死前看到了什么 极为可怕的东西 显然 白色屏幕上的鲜血 是皮影人老无 死间被人砍下头颅 蹦践上去的 看到这里 大家都是被吓得头皮发麻 这个时候有单小的人尸声喊道 是李二狗媳妇的鬼魂 出来杀人了 这个村民喊了一嗓子 其余人都是被吓得惊慌失措 前两天 他们可是没手被李二狗媳妇的鬼魂 触摸在村里各处给吓到过 没想到 今夜鬼魂竟然来喊人了 王之叔硬着头皮告诉大家 别胡说八道 老吴是被人用刀砍断脖子的 是被谋杀的 或许 谋杀老吴的人 就是杀害李二狗媳妇的凶手 听到不是鬼魂索命 村民们才好受一些 但当听到杀害李二狗媳妇的凶手 再一次出现 大家都是脸色紧张 急忙询问王之叔该怎么办 王之叔看了我一眼 然后冲村民说 所有人马上回家关上门 拿着铁锹防备 只要有陌生人闯入自家 那么就大喊 谁家有大喊声 那么其余听到的邻居 就马上过去帮忙 对付那个坏蛋 众人急忙照办 赶回家 老吴干了一辈子的皮影人 他的家人得到消息后 难以置信地赶过来 哭泣了好久 才将尸体运回去 同时 王之叔安慰老吴的家人 发誓一定会将凶手抓住 为老吴报仇 我们三个人 跟着王之叔回到他家里 一进院子 王之叔就急忙关上大门 让我们快点进屋里头 进屋后 王之叔又是急忙关上唐吴大门 他额头貌冷汗 双手发展 紧张地冲我们说 刚才应该是 李二狗媳妇的鬼魂 来锁命 我和南野 还有七叔早就猜到这里 王之叔有些好怕 他脸色不太好看 问六老七怎么回事 尸体先前 不是被缝制完整了吗 死者的魂魄 应该得到了安息才对 怎么会出来害死人 还问 是不是我们缝错位置了 刘老七直接否认 说凭见他的手艺 根本不可能搞错 现在鬼魂索命 根本和冯氏没有关系 而是 鬼魂想要害死人 王之叔打了一个寒颤 但为什么 刘老七摇头 说这事 可能是李二狗媳妇 活着前 就跟皮影人老吴有仇 所以死后 才会害死老吴 我在旁边瞬间想到什么 忍不住道 七叔 您是说 害死李二狗媳妇的 就是老吴本人 王之叔也是被吓了一跳 他说 倘若是老吴害死的李二狗媳妇 李二狗媳妇的鬼魂 来找老吴报仇 倒也是说得过去 只要不在害村里 其他人就好 为了一方万一 刘老七吩咐王之叔 马上去让村里的人 杀公鸡和公的黑狗 将其涂抹在门窗上 公鸡和黑狗 都是大洋之物 可以驱邪阵魂 鬼屋是不敢靠近的 只要坚持到天亮 一切就都万事大吉了 王之叔直接照办 听到公鸡邪有用 王之叔直接先将自己家里 养的一头公鸡给宰杀 然后将自家的门窗都涂抹了个遍 然后去挨家挨户地告诉村民这个法子 杀公鸡的 杀公黑狗的都行 乡下农村最不缺少的就是这两样 只要是个农村人都养鸡狗 我们留在王之叔家里头 门也没赶出 这个时候 刘老七才告诉我和南爷一件事 那就是他万万没想到 李二狗媳妇的鬼魂怨恨力量 如此强大 原本红线缠绕棺材 可以让对方鬼魂被镇压住 没想到下葬没几个小时 就被对方给破了 还说李二狗媳妇的死 怕是绝对不会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要不然 鬼魂是绝对不会出来害人 而不许重新投胎做人的 我有些听梦了 极为不解地问刘老七 你刚才不是说 李二狗媳妇可能是被老吴给害死的 所以李二狗媳妇的鬼魂 才会杀死老吴的吗 怎么 现在又说绝非表面上这么简单 难道 并非是老吴害死的李二狗媳妇 倘若不是老吴害死的李二狗媳妇 那么怎么今夜偏偏偏投一个死的 就是老吴本人呢 凶手肯定是老吴 死者是来报仇的 不会牵怒其他人 已知沉默的男爷 开口说 小王 这是怕真的跟你七叔说的那样 并非是表面上这么简单 我有些不大福气 就问为什么 总得有一个理由吧 哎 你小子 是越说越上赛啊 刘老七冲我一阵吹鼻子瞪眼说 什么理由都不需要 就凭我的眼力 凭我可以对付这东西的真本事 被这么一说 我直接是没了脾气 跟刘老七接触一段时间了 凭借我对他的了解 怕是他不会随意妄言 现在这么认定 怕是真的有根有据 我问 现在怎么办 倘若李二狗媳妇的鬼魂 也会借此迁怒我们 我们三个人 岂不是就要遭殃了 刘老七摇头 说 听天由命吧 有时候 怕什么就来什么 我刚说完话 外面就想起 诡异的脚步声 听到这个声音 刘老七面色微变 急忙告诉我和南野 你们待在屋里头 不要出去 千万不要出去 说吧 就冲出去 将门从外面关上 我和南野面面相去 一下子 我就想到什么 他是李二狗媳妇找来了 想要来 要我们的命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同时感到有些差弃 你说我们帮了他 让他逢时完整 可以去投胎 为什么连我们都要害 我们紧张 我们紧张地待在屋里头 可以听到外面刘老七的声音 以及一个女子的愤怒声 感觉那个发出愤怒声的女子 应该就是李二狗的媳妇 突然 听到外面的刘老七 和时道 你为什么要害人 我们帮你逢尸 让你可以完整地去投胎做人 甚至辛苦钱都收给你 为什么还要来害我们 冤有头窄有主 谁害死你们 你去找谁 别来找我们